我是Lin 營養師 春天一犯困 肝火旺 而現在又是芦筍當造的季節 今天我就來做兩道春季蔬乾禮器 提神醒腦的芦筍湯品 首先我們來做五味籽芦筍湯 把五味籽和甘草放入料包 五味籽能滋腎生筋 但胃酸 甘草能中和一下口味 還能讓湯更鮮甜 然後把處理好的芦筍切成段 香菇切成片 豬肉也切成片 熱鍋起油 放入香菇炒均勻 再倒一些清水 放入肉片 以吐沙的紋葛 姜片 蘆筍和料包 大火煮沸後 調小火繼續煮至蘆筍變軟 加一些鹽調味 五味籽蘆筍湯就燉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做天麻蘆筍湯 先煮天麻水 天麻能提神 而且沒有很濃的藥味 把天麻裝入料包 鍋裡加一些淨水 煮沸沸後調小火燜煮30分鐘 這個時候 把洗淨的雞菇放入沸水中 汆燙燙一下 然後取出天麻料包 把蘆筍 黑木耳和雞菇放入鍋中 待水煮沸沸 待水煮沸後 加一些鹽 胡椒粉 再倒一些生抽和麻油調味 攪拌均勻 一份春季醒腦的天麻蘆筍湯就做好了 春天是肝氣最旺的季節 需要調理肝氣 五味子疏肝養肝 春天容易犯困 適量吃一些天麻 有提神醒腦 治療頭暈頭痛的功效 蘆筍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蛋白質和維松素 它可以調節我們人體的機能代謝 提高免疫力 蘆筍要挑選直立的 捏起來比較堅硬和有韌性的 新鮮的蘆筍要盡快吃掉 如需保存則不要清洗 用濕紙巾將根部包住 套進保鮮袋 直立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轉留姿 軟負能力 濕紙巾